美国6月份的职位增长高达28万8千份 连续5个月的增长超过了20万份 其中4月份更上休至30万4千份 失业率从6.3%回落至6.1% 长期失业人数减少了308万 今晚就业增长来自兼职的工作 工资水准没有大升 但整体的就业情况持续改善 美国道指已经标普500 创下了新高 长期以及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回扬 美元指数回升至80以上 欧洲央行举行了政策会议 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总裁德拉基表示 限时0.15%指标利率将保持一段时间 若通货膨胀率持续偏低 央行会在全范围内使用非常规的措施 包括购买资产 担保债券等等 目前欧元区的通膨率为0.5% 比较低 短期的货币政策要按拼不动 欧元将于1.350至1.3750摘一扑的活动 中国银间会调整代存的比率计算的方法 补计可拉基代存比率2%至4% 并帮助银子银行活动逐渐回归至政府会银行内 大陆第三季政府稳经济就业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关注点已从新的政策出台转移至确保既有的政策有效的执行 预期全年经济增速可达7.5% 澳元从7个月的高点0.9505跌至0.9330回落1.75% 澳洲银行行长史蒂文斯表示 从多方面的衡量 澳元的汇率都是被高股 投资者一定的程度上低谷了澳元大幅下滑的风险 澳洲银行的指标利率连续11个月不变 按目前的经济指标看 短期利率将会持平 澳元波动区预料为0.9250至0.950之间 本周美国联准会将公布会议记录 焦点是三位新的委员加入联准会后的政策方向 美股业绩宣布其开始 周三和周五分别有美国理业 以及富国银行公布第二记录的业绩 另外市场关注周四中国外报的数据 预期出口增长放大至10.2% 或加强市场对中国第二季度的GDP达标的信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